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Sor 继续来介绍英尼 本次来介绍即将要推出的新角色 五英众 五英众为光属侠客 是天际节第一位带光阵的角色 在九路塔需要多个光阻的情况下 五英众的光阵就会很有帮助 这次就来介绍他 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先来谈谈五英众的天赋 五英众的天赋也是比较特殊 普攻对敌方造成伤害会附加魂创状态 魂创每上一层固定-5%物攻 最多三层,不会受到星术的影响 并且五英众跟召唤出来的剑魂 打有魂创状态的敌人会增伤 三星石每一层魂创加7% 六星石加10% 最多提高三层 但如果要五英众召唤出剑魂 则要主动造成伤害后 才会召唤出剑魂奶 剑魂的属性是继承五英众的属性 物法攻继承50% 其他属性继承80% 星数不会影响继承的%数 但会影响召唤的剑格回合 三星石间隔三回合才能召一只剑魂 六星石是一回合 因为召唤物最多就只继承50%的攻击 所以其实输出并不高 所以剑魂可以说是帮忙五英众上魂创 让五英众打更痛的工具人 或者是牺牲掉帮忙拉怪等 于是行动顺序就很重要 基本上都要先弄剑魂再弄五英众 才能得到最大效益 这点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了 再来谈谈五英众的五内 五英众的五内如下图 因为中路不用运点可以直接走到底 上下路部分如果要省灵运时 PVE玩家建议下路走到底 下路两招是PVE比较实用的招式 PVE玩家就得上路都要走才会比较好用 再来看技能 先弹中线的技能 首先是无方飞剑 常见的侠客技能 1.5倍倍率还不错 还可以打两格 算是非常好用的技能 再来看叙事 角色三级石就可以血 这被动平常不一定会带 但回合吃紧很需要移动的时候 才会考虑带这招 接下来是风魔圣耀 角色25级石可以学这招 偏PVE向了AOE招 吃方后如果目标有三层魂创 就会直接转成风咒 还会开启圣耀领域 进入范围敌方会被上魂创 而且还会帮施加者回血 这招PVE用处不大 小怪叠三层魂创前应该就死了 BOSS等级的不会让玩家风咒 就只能用在PVP的 再来看乾坤流夜阵 角色35级石可以学这招 天地解的第一个光阵 需要五云众跟其他两个光角才能触发 这个阵的好处是在九如塔光塔中 鹤下会比李逍遥的阵好触发 因为敌方会帮自己上BUFF的几率比较低 所以要触发增三会比李逍遥的阵还要简单一些 一般的光卡可能不一定会用到这个阵 但光属限定的光卡用就会很不错 最后是天剑圣柴 这招是最后一招才能学的技能 需要角色五数级才能学到 五云中的五数大招 也是一招无需及气力的五数大招 虽然说没有特别强 但无需及气力就会比需要及气力的好多了 接下来看上路的技能 来看异形 需要角色四五级才能学 这个也是不会常态带的被动 有需要消BUFF的时候 才会带这个被动出来消 再来看五级天光 需要角色四级才能学 这招需要中路跟上路都要点到 该技能上下小圆 就会自动学到这招 也是AOE技 施放后可以让对方施加两层魂创 之后转为单体技 单体技打完之后会把魂创消耗光 并回自身跟剑魂的血 这招我觉得也比较偏PVP向 用AOE压低对方血线跟利用魂创降低攻击 之后再利用单体技回血 PVE用得到的场合就不多了 最后看下路的技能 首先是富力奇谋 需要角色四级才能血 虽然能降攻击是不错 但吃掉两点的被动实在太伤 而且也得三格内才会施加 除非有特别需求 或者是没有降攻一 不然不会带这招 带这招就少一招攻击技能 很亏 最后是玉与天 需要角色四级才能血 这招需要中路跟下路都要点到 该技能上下的校园 就会自动学到这招 这招算是蛮不错的被动 只要跟没buff的敌人战斗 战斗中就可以提高物攻、物防 光鼠的角色通常物攻偏低 提高10%算是非常不错 接下来谈技能攜带推荐 这边是以60级 技能已经全部学忘的状况做推荐 前期技能还不全的时候 PVE通用建议 御天 无方飞剑 天剑圣彩 这是PVE通用的建议 先生技能的可选择性就比较少了 被动的部分 其他几招都是特殊的状况偶尔才会带 最适合常态带的还是加攻级的御天 再搭配上两个单体输出剂 就是一个不错的组合了 再来是饰品与魂石推荐 这边先说明一下 绝饰品是个非常不好取得的装备 我台服到64级了 也只取得一小部分绝饰品 未来也可能会出新的更好的饰品 前期饰品短缺的时候 就只能当下装最好的那一个 这边的建议是当后期饰品有很多 有得学的时候 建议装的理想目标 以下仅供参考 谢谢 头 冰蚕串珠 烟 俠客能用最好的头部饰品 但缺点就是非常难取得 身体 天穷建议 因为五鹰众是俠客 得贴敌人打 所以难免会吃到攻击 天穷建议可以增加五鹰众的生存力 也能帮助队友更安全的输出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饰品 腰 持航补度 俠客对腰需求不大 持航补度PVE与PVP都通用 商店也换得到 算是不错的选择 手 优都王洗 腿短一向是俠客通病 优都王洗可以让五鹰众走远一点 还算不错的选择 魂石 裸鬼 在增加伤害同时 提高免伤也能增加生存力 算是蛮适合五鹰众 做一下五鹰众的小姐 五鹰众跟五蝶一样 感觉都是为了九炉塔而生 五蝶补上了没有岩鼠绝柱友 五鹰众补上了没有伤光阵 虽然未必是很通用的角色 但在攻略九五塔来看 会是比较需要的角色之一 所以还是建议抽一支来刷碎片 但这边还是老话一句 请大家量力而为 千万别硬抽啊 本次就先介绍到这 若本次影片对您有帮助 希望能帮我按赞、分享 并订阅本频道 订阅后并按下订阅旁 您打开通知 之后有新的影片 您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了 若对影片中有任何疑惑 欢迎各位朋友留言发问 我会尽力解答各位问题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APP粉资团 粉资团网址我会放在说明栏中 频道经营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观看室 多遇到广告 至少观看30秒广告 别跳过广告 可以去上个厕所 倒个水 深深奶油等 花费你短短的时间 可以帮助本频道能收音进行下去 十分的感激 并欢迎大家来我的视频台 每天晚上在YouTube开播 大家可以来视频台一起聊聊 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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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